HBO高中篮球聯賽女生組預賽最後一天 最後兩張晉級八強的門票 最終是由苗栗高商以及南山高中拿下 苗商球員張儀雅 帥氣超捷送出妙傳 隊友在漂亮得分 HBO高中篮球聯賽女生組外卡站 下午率先開打的是苗栗高商 對決安樂高中 白色上衣的苗商 全隊在攻守兩端都能穩定發揮 上半場打完取得35比22 雙位數超前 其中主將張儀雅這場手感回溫 貢獻全隊最高16分 送出六次助攻和隊友同心協力 以69比47 22分之差 輕取安樂高中收下八強門票 我覺得就是今天是這幾場來 我打比較好 就是運球過半場 因為他們會全場壓 對 就是至少一個定型完 可以代球過半場 組織進攻 苗商能拿下重要一勝 教練團賽前針對安樂所做的 對戰策略 也是贏下比賽的關鍵之一 我們是守區域防守 那我們在守區域的時候 我們的籃板球 重點是有把對方的那支12號中鋒卡住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防守上下了滿大的功夫 因為在他們前面在早上在打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已經先有先看了一下 接著登場的是南山高中碰頭金翁女中 兩隊一開賽都祭出防守戰 手節打完兩隊得分都還是個位數 上半場打完金翁進攻面 站著上風20比17小福領先 紅色球衣的南山第三節激起直追 小將何一如外線手感發燙 總計這場投進五顆三分蛋 還拿下全場最高19分 反觀金翁因為一日兩戰 下半場體力逐漸下滑 得分陷入停擺 中場南山就以55比44銀球 趕上八強列車 第三節的時候跟他們說千萬不要像昨天一樣 因為我們昨天就是在第三節的時候崩盤 那我很開心他們今天第三節還是有穩得下來 所以我就覺得這是他們有成長的地方 希望就是我們可以越來越好 然後就是為南山然後去打拼 就是打出一個很好成績 HBO女生組預賽全部結束 接下來男生組副賽將從1月5號開始 在高雄中學體育館熱鬧開打 玉電TV甘邦潔 許新元台北報導